要不就是搞对方心态,要不就是搞对手心态,还能搞搞主要练心态,这是波蒂斯,现在他能干的活就这个 OK,这就是乌东花来到熊路观察,今天呢,在输给了爵士以后,熊路最近无场的战绩也是来到了一个四负一胜 将问题,谋的话题度又拉到了一个新的顶峰 在上一场比赛,斯姆哥赛后发出那样的言论以后,这场比赛仍然没有从球队身上看到很大的进步 包括在上半场就已经落后了30分,是熊路这几个赛季以来都绝无尽有的事情 在利亚德缺阵以后,熊路仍然也是没有拿出一个很好的表现 无论你说是填补这个窟窿,还是通过别人的正常得分来弥补这段时间,利亚德的低效,熊路都没有做到 那对这场比赛如何来评判呢,不都愿意分锅吗,那咱就先来分锅 第一锅,利亚德背,对吧,你拿着高薪不打球,就算你去打关子,你有理啊 就跟今天卡尔特人输球,塔图姆在场下背第一大锅一样 你拿钱不打球,你就不对,就不行,对吧 一难平欧文永远背第一大锅,对吧,你不打球 赛赛季太阳战绩不好,杜兰特,比尔,布克,你们仨轮流不打球 都是有关系的 齐柳人战绩冲门上来,你恩彼得智能脚踝排第一大锅 前几个赛季快船成绩一直取不出来,小卡打不了球,排第一大锅 但是跟这些都不同的是,这是利亚德这赛季仅仅缺席的第三场比赛 他的出停率还有什么可挑的吗 带上出战的比例还小吗 除了这一点以外,利亚德就放眼整个联盟 所有二当家里头你挑 目前的场军得分也是仅次于这个太阳的布克多兰特 我们不分他们谁是老大,谁是老二 仅次于他们两个的其中之一 再加上仅次于胡人双星 农梅和詹姆斯都是只比利亚德多0.1分 这两组抛开不看的话,得分只比马克西低不到1分 而且是在最近平均让利亚德打五不球的情况下 打出的这种数据 如果把这个时间轴拖回打步行者之前的话 利亚德的数据也是要高于马克西的 在全联盟所有二当家里头你去找 现在对于利亚德打出这种数据 你们的苛责点在哪 你把它放在大当家的数据里去挑吗 你把它放在大当家的数据里 你要给他大当家的球权呢 你没给呀,我也不会要这个球权呢 包括他对于字母的激活这些 你们都看不到吗 字母给利亚德带来了多少空间上的优势 咱们先不说,有还是没有 这个先不管 但是利亚德给字母带来了多少进攻选择上的优势 这些你们看不出来吗 字母打出了生涯最高的得分命中率 这个你看不到吗 全是字母一个人的进步吗 没有球队空间优化的这一点吗 所有人把利亚德贬的一无是处 上场不上场都是他的问题 如果要这样的话 球员干脆就不用打了呀 天天回去打官司多好啊 我争夺个抚养权 我仨孩子还在天天跟我一块玩呢 他们还知道感恩他爹呢 不用熊路感恩 但是熊路球迷全队上下 有没有把利亚德现在当作是自己人啊 所有人一开炮先开利亚德 这就是一个外来二当家吗 这个可以理解 对吧 你是外来人 你不是我的功勋 打功勋篮球吗 现在不都这样吗 勇士不管再怎么开炮 他那真的搬掉汤姆斯 真的搬掉格林吗 搬不掉啊 熊路现在是这样啊 你米德尔顿在场的时候 可能不让你持球吗 米德尔顿持球不明白就字母持球 对吧 现在就这个状态 你就看这场比赛 上半场打的是什么 把球交给米德尔顿持球 你持明白了吗 后来字母都不给你球了 字母该持球了 上面上更多情况下 是字母在梳理整个进攻 但是你梳理的明白吗 你们看的 字母不是拿不了球 但是字母的持球 更多的是对他自己有用 而不是去爬火整个球队 这跟谁啊 跟杜兰特一样 杜兰特就一直是激活不了自己的队友 远的不讲就这个赛季 为什么杜兰特每次在场的时候 都打了个三十多分钟 但是你看他很累啊 跟别人打三十多分钟 小四十分钟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上去只能自己单干 他上去站四十分钟 是真站四十分钟 真靠自己打呀 现在字母持球 不也是这种状态吗 所以对你字母的好处又在哪 攻防一手抓这种 你字母真的打不了多长时间了 真的很担心 现在他的健康状况啊 不是咒熊鹿 也不是咒字母 但是这种高强度 你一直密集这么连轴转 肯定是不可以的 所以不能什么事 都放在字母身上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 防守端除了字母站不出来 你要是控球端 还让字母去干这个活 那怎么可能啊 现在全队唯一能帮字母分担的 就是进攻端的压力了 然后你还让字母大规模的硬走 要不就是扛人肉沙包进去 要不就是把球传出去以后 在湖顶四五个人一顿乱传 根本看不出来什么好的优势 没有跑位 三分现在也是顶人头变多了 下半场的时候还有所好转 上半场你看看所有三分选择 你再看看对方的三分选择 这就是现在熊鹿整个体现出来的 一个面貌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 五战四负的一个原因 所有的换人基本上都是被动换人 你有没有自己的主动换人 也有 其实 AJ格林上半场打得不错 连拿8分以后给AJ格林拿下去了 第三节比斯利带队打挺好的 前段时间打挺好的以后 出场了几分钟以后又给拿掉了 直接到第四节后半段才回来 波蒂斯你虽然不管他打得好还是坏 他跟奥里尼克在这单挑了好几个回合 把气氛带上来了以后 也给拿下去了 你就不上了 这都是格林分你做到的 稍微打得好的几个人 你就给他拿下 这样比赛利亚德不打 更多的时间分给了小杰克逊 他能承担得起 利亚德的轮转时间吗 第一节的时候 比斯利仍然是按表就下 然后你让小杰克逊 一直在场上打 他是最后几分钟才下去 我以为他是要跟利亚德 拿一样的轮转时间 第一节打满 你这在干什么呀 对上我之前一直在夸小杰克逊 但是我顺便说 他其实是担不起一个首发的责任的 他一场比赛15到18分钟 现在就差不多了 你现在老让他打那么长时间 他进攻端完全闭塞呀 拿球不敢投 有机会就传 篮下抛几个也进不了 这事现在小杰克逊 他为什么是二轮这个顺位呀 就是因为他进攻不行啊 正现在你说他能吃一点球 对他也能从后场 去简单的去运一些球 防守上也有一些积极 但是最近防守的状态 也并没有那么好 这跟他之前一段时间的出场时间 老是断断去叙实有关系的 培养不出自己的手感现在 但是这都是一个新人 一定会面对的一些东西 这些我们就不多苛责了 但是你在进攻端 你就是打不出来 你还让他占那么长时间的意义是什么呀 你到底是用谁来填补利亚德的空缺 你不应该是AJ格林来填补利亚德的空缺吗 本来AJ格林就是一个打无球的手 你之前让利亚德打无球的 你现在把他换上来 你不相当于平替吗 他也能投一些三分 对不对 而且他投的也不错呀 你让利亚德打无球 跟现在你就换上来一个无球的三分投手 不是一样的东西吗 你为什么这场球不多用AJ格林呢 然后去秉持你前进场的一些战术 你想调整都已经开始 都已经开始想调整了 为什么总是牛牛念念调整的 调一点又回来一点 调一点又回来一点 你有没有自己一个主心股 到底知道自己在球队在干什么呀 比斯利这场球以后 现在成为了全联盟三分命中最高的球员 然后呢 你看给他的时间呢 上半场又是投完几个就下去了 第三节上来打得好好的 自己三分也进了 而且有几个突破篮下 在利亚德不在场以后 有多少人是能干到突破篮下的 除了米泽顿 除了字母 还有谁能突破进去 之前比斯利这么打是越拳 这场比赛这么打 他是合理呀 你得有几个外线持球手 能突破到篮下吧 比斯利做到了几个 虽然不是全部的成功率 但是也投进去了 他的表现是不是证明了 自己有一定的自主进攻能力呀 现在熊路你有几个人 有自主进攻能力呀 然后呢 又给拿下去了 又不让打了 最近这些比赛 对于比斯利给他进攻端的选择 少之又少 他是没有机会得分吗 不是呀 那为什么第三节上了以后 他能得分呢 很多人都说 这个比斯利没有空位 他在只是空位 他一直都没有空位吗 上半场的时候没有空位 下半场突然就有空位了 他不一直都是站在那个位置吗 就看你球传不传得过去呀 这是你球员视野 球队战术 主要的意图 完全挂钩造成的这种结果 不管什么都是因为对方做的好 防死你了吗 不是这样的吧 你有没有刻意的在意这几个点啊 就算我再怎么吹捧小杰克逊 我也没有说他一场球 能持上256分钟的轮换时间吗 他现在的球场表现 是不配这个时间的 你需要慢慢来呀 而且你并不是场局给他这些时间 你是一场比赛给他个四五分钟 一场比赛给他个十多分钟 一场比赛给他个二十来分钟 你一直让他适应不了自己的这个比赛节奏啊 而且他在场的任务是什么 你能不能把这些所有球员的任务给明细化呀 现在球队的整个战术进攻就是乱呢 没有自己的一个技战术打法 就是完全看这段时间 谁能投进去几个 我就让你投几个 你现在手感好了 你投两个 别人手感好了 别人投两个 你完全没有自己的一个战术运作呀 你的球 我看不出成体系的转化呀 你不是流水线作业 你完全靠灵感的 你说让字母冲吧 他也不是一直在冲 你说注重三分战术吧 三分 你又没有真正的说 拉开空间给三分投手这些机会 为什么呀 这不就跟你组合心的输出是有关系的吗 你没有一个在场上运作的大脑啊 你米德尔顿去当这个角色吗 米德尔顿只会找字母啊 他除了找字母以后就是自己单干了呀 他的分球很优质吗 也不优质啊 虽然这样球他有八个助攻 但是你能说是他的这个八个助攻 就盘活了整个球队吗 就没有啊 这是现在熊路的问题呀 你想打乌球 你想让雅德打乌球 你找不到第二个合适的持球点 包括这样比赛 你不是完完全全零零进 这就展现出来了吗 熊路追分是怎么追分的呀 通过手感爆棚追分的呀 他是在技战术以外的东西 那这个你可以作为一个常规化手段吗 你的追分是通过一步步调理性的进攻 瓦解爵士的防守做到的吗 不是啊 那段时间爵士恰好他们也在断电 这段时间你们恰好又能投进一些球 然后波蒂斯上来搞点心态 这种情况下才把这个比分拉回来的 你能把搞心态作为常规手段吗 波蒂斯现在确实把搞心态作为常规手段了 要不就是搞对方心态 要不就是搞对手心态 还能搞搞主要练心态 这是波蒂斯 现在他能干的活就这个 除了这个以外 完全低效的背身单打 十零十不零的三分头手 你这个是一只争冠球队的第六号人物吗 你随便去找一圈克拉克森打的比不比你好吧 如果是万战的话 打阵地战的话 你也只会背身的低效单打 在第六人这一边 你现在跟凯尔特人的豪瑟你都比不了啊 豪瑟场均多少个三分的 多稳定的点啊 波蒂斯已经多少场比赛 没有场均拿过上双的分数了 而且他的防守段仍然是漏人的 波蒂斯对于换防这块理解是很差劲的 进攻靠手感防守看天 力量完全来自于现场球迷对你的喜爱啊 除了那几身波比波比以外 你根本现在是什么都不是啊 这不也是现在熊路攻勋篮球体现出来的吗 刻意的捧高米德尔顿的地位 波蒂斯不管再怎么凑他 永远是替补鞋 或者说首发里头也算什么 他永远是战术安排里 第三号或者第四号得分手的任务 给他持球单打的回合比大陆还要多 然后再加上康顿杀来拎 时不时拎两个 刚才上述所说的这五个人 不就是现在熊路仅剩的这攻勋篮球五个人了吗 如果不是这两球 最后是需要加一些积极性的话 第四段的常规时间的阵容 就是他们五个人 对吧 是因为这些人的积极性 他们的跑动都是不够的 所以你换上两个新秀 利文斯顿和小杰克逊 他们在场上配着三个攻勋 对吧 字母米豆大落 才能把整个球队稍微运转轮转一起来 才能在篮板球掉下来的时候 有两个人都愿意从外线跑进去 挤进去抢这个篮板球 这不现在熊路目前的状态吗 那利文斯顿这场比赛稍微亮眼一点 第三阶上来打得不错 但是你格里芬 是不是让他在场的时间也太长了 这种小孩 包括像小杰克逊 他们在场时间越多 暴露出来的青色就越多 他们两个被断的球 球没拿住 延误进攻机会 那利文斯顿突到篮下了 字母张手要球要半天 非得自己上 你上进了吗 也没有吧 虽然这个是可以试错 对 给新秀是一定有试错的时间 但你现在是一个四战三负一胜的球队啊 你现在的比赛场面上是 你刚刚抹平了二十多分的分差 还有个八九分就要追回来的时候 你还让这几个小孩在这上面练兵 你再练兵这场球输了以后 就是四负一胜 练兵没问题 在球队启示的时候你也练兵 比斯利打那么好 你现在不拿回来了 这是你哥里分这场球做到的传达出来的 你到底要给下面传达什么 传达这场球赢不赢无所谓啊 还是怎么样啊 你知不知道你在场上做的决策 你代表什么意义啊 利文斯顿这场球之前 从来没有在长过时间内 获得如此长的轮换时间 虽然这个小孩伙吧 咱说不算差 而且对于这个利文斯顿 稍微科普一些 他是今年选秀的最后一个末位顺位 被雄鹿选中 但是呢他其实并不是到这个顺位的一个球员 在选他之前啊 利文斯顿的经纪人 已经跟前几个莫之位顺位的球队沟通过了 说大家就不要选了 雄鹿选好了 当然我不知道这种事情 这个在联盟里头是不是普遍的 就是对于二轮莫之位的这几个球员 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 但是呢 确实也可以说明 当时雄鹿是对他比较认可 比较看好的 可能是失去拿出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状态和成绩吧 之前的有一些比赛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让他进入轮换了 但是那段时间他自己有一点小伤病 但这样比赛他抓住一定机会 展现出了一些积极的面貌 这个很好啊 其实 因为现在雄鹿缺的就是一些积极的跑动啊 包括防尔端的一些能量 虽然你说小杰克逊和利文斯顿真的防守那么好吗 也并不是 包括小杰克逊最近 他的单防还是协防 做到的都没有说很特别让人惊喜 或者说维持之前 给人眼前亮这种观感 那为什么他还会长时间出现在流环阵容里呢 因为就是他们几个能跑啊 就是他们几个积极啊 除了小杰克逊 除了利文斯顿 这两球你再看 前场篮板崩出来的时候 除了中风以外 谁还在抢啊 这不是你现在雄中体现出来的 整体体现出来的一个事情吗 再就是比斯利有时候能减漏哪几个篮板 也是得益于他愿意从三万线外 跑进来去做这些事情啊 你老说大洛是卡板 波迪斯也是卡板的人吗 米德尔顿也是卡板的人吗 所有人都在卡板啊 是不是得有强板的人呢 你自己篮板球下降这赛季 下降成什么样 你看不到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两个二轮末端的两位球员 现在能频繁的进入到了 雄鹿的轮轮阵阵容里 缺什么补什么呗 天赋不够 我努力来凑呗 现在这两个二轮球不就这样吗 我只要努力了 我在这个球队 现在我就能进入到轮轮 我甚至能吃二十多分钟时间 这就是现在雄鹿的问题吗 我们说输球不可怕 常规赛输球更不可怕 而且现在并没有影响到 多大的影响到战绩 仍然是全联盟第三的战绩 但是我们要说 你输球过程当中 你是不是得总结自我呀 你是不是得从下场球里头 让大家看出来一定的进步和改变呢 我们看到了吗 这跟上一场打火箭输的 有什么区别吗 特别是这个上半场 上半场的落后 绝世33分 虽然绝世最近是一支状态比较不错 而且他们不是一支弱旅的球队 但是是不是也有点过于夸张了 你在不断的调整你的战术 你把自己的进攻调整没了 防守也没拽回来 你在调整什么 谁能告诉我一下 传达出来现在在调整什么 调整给拉德调整没了 或者你直接拿下利亚德 你再看一下 你调整出来什么了 字母今天是不是也是50%的得分命中率啊 是不是也是低于他之前场均的61%啊 作为唯一一个维持在60%得分命中率的这个区间的球员 在没有利亚德以后 他是不是得分也变得困难了呀 还说利亚德没有用吗 场均25分的二当家 联盟你再去找一找啊 而且利亚德的回合持有率是多少 他的投篮机会是多少 这也能叫做低效吗 是不是得让一个劲头就能去给他背锅呀 最近无场比赛打得不好 那之前呢 之前你不是这种战略的时候 你让利亚德频繁的去持球打的时候 是这样的吗 之前只有第一节铁的情况吧 没有全场铁的情况吧 在第一节通过小范围找手感以后 那后边他能打出一个正常的表现 这种他不可以接 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吗 就必须要调整这种进攻状态 就必须让利亚德从第一节开始 你就去插空头 时刻做好准备 给到你了扔两个 或者有些情况 你从后场自己运过来了 你想自己打的时候 因为你是球性 我给你几个机会 只有这两种可能 现在才能给利亚德画出一些战术 画出一些让他自己持球 主攻担打的一些机会 剩下的没有 对不对 这不是现在利亚德在进五场比赛 就展现出来的一个球队的地位吗 下一场 打开尔特人 你还这么打 对 你还这么用 利亚德也打完关子回来了 你全队你就还这么打 然后最后场面结束以后 一看 一看数据 利亚德的出手次数 都没有诸贺的底多 都没有一个对方的三档加 四档加多 陪着大家一块打雾球 就这么打 你看看下一场输 开尔特人输多少 这也只是我的玩笑话 我真的不希望 在下场打开尔特人的时候 你还用这一套 你这个不知道 从哪整来的这样一套 完全像错题本 精华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战术统计 来面对现在的东部第一 来面对你东部最大的对手 给他们还展示出 你之前这么糟糕的 一个面貌和状态 让他们高枕无忧的 躺在东部第一 躺在联盟第一的位置上 不希望你让开尔特人 看不到一点的威胁 是对你自己 百汗而无一利 OK 那这是本场比赛的 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说的道理 的话 能完全做一件三连 这对我的最佳支持 我们下场熊路继续 见 我们下场熊路继续 那